没有东出老人就没有现在的圣言 我的这一点成就 可说全是东出老人的功德 只能知七粒啊 出家后 我才知道东出老人有多节省 那时我接任人生杂志主编 每个月的单营总是不够用 阿弥陀佛 我到北投 钱不够哦 那这些钱可以到哪里啊 士林 那就到士林吧 师父 人家都说我一个月的单营 还不如替王者送一天金的收入 出家人是为了奉献而来的 不应该只想着钱 只是单营真的不够用啊 那是你不会用 出家人要想办法少花钱 这是为施主席福懂吧 是 弟子明白了 不止如此 我出家前 我们有很多书 你都可以看好 出家后 东出老人告诉我 别光看书 你福报差好 要多做事 多赔福 知道吗 好不容易有个闲暇 别做懒骨头 有空就去拜佛 拜什么佛 跟鸡吃米一样 来帮我拟个稿子 写得太差了 冲写 那时的我 终于见识到东大炮的威力了 明天凌晨三点跟我去趟金龙港 当时东出老人看到许多家庭挨饿受冻 于是每年举办东镇 还透过潭香山中华佛教总会劝募就医 伤请军舰运回台湾 这些衣服回去你整理整理 是 师父 佛教以慈悲为本 不能光是口说 要用行动多做利益大众的事 那时候我真觉得我的师父有双重性格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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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刚好 很庄严 多谢老和尚慈悲 不用谢 有人要帮助你们 你们来接受帮助 这是彼此互为姻缘 相信以后你们有能力 一定会回馈的 是啊 是啊 我会的 乖 三千件衣服 可以造福四百户人家 一千七百多人 可是还有更多人在挨饿受毒 如果我们有能力多做一点 该有多好 师父 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想如果能看在人生月刊上 或许会有更多人 想应慈善工作 我看看 很好 谢谢师父 圣爷 你一定很气我吧 以后你会是一个 受人尊敬的法师 人人都会仰慕你 夸奖你 没有人会教你 我说你 我现在不好好磨练你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原来他老人家的严客之下 是这么深刻的慈悲 续葬经影影就要圆满 我们接着出一套中华佛学丛书 再找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亲自带着你们 就像个小型的佛学院 我知道 这始终是东出老人的梦想 然而为了增进自己的学业和羞耻 我还是离开文化馆 到美农必怪 那些年 他老人家则继续忙于佛教文化 甚至为了弘法 再重头学起英文 剔度新的底子 并且倡议新办佛教大学 虽然如此忙碌 他老人家对我的爱护和调教 却没有段落 法师 你不应用有两个心呢 圣言忍者 近来读你发表的文章 颇有进步 你闭关两年 若想新阳佛教 已复日深造 并学习英文日文 以立日后红华